《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区连线》 各位好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区连线 我是张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本周访问阿拉伯国家 并与一系列中东领导人举行峰会 外交货表示 这是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 将成为中阿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在今天举行的首届中国海湾国家峰会上 新平表示期待双方深化 包括能源 大数据 5G 6G等 5个领域的合作 正值美国沙特关系交恶 中国出访沙特深化战略合作 而且更有可能会谈论到 石油人民币结算等重大敏感问题 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 此举都领得 此访刺激西方的神经 今天晚上凤凰圈圈连线 利雅德现场有凤凰卫视特派记者曹杰 带来峰会的最新消息 北京现场请到的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星春 西安现场有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静 三方共同解读 近年来海湾国家逐步意识到 美国越来越靠不住 不断向东看 这背后的原因为何 中华关系是否迎来新时代 来看周延的这份报道 零星年末 中国外交再度落子 基加州时刻之后 中国外交7日起 切入中东时刻 应沙特国王萨勒曼邀请 7日到1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赴沙特一连出席三场峰会 分别是中沙峰会 首届中亚峰会和中海峰会 沙特以最高礼遇 欢迎习近平到访 时隔6年 习近平再度到访沙特 创下多个首次分量 非比寻常 作为此行的重头戏 9日下午 首届中海峰会举行 至中国和海峰会国家领导人 第一次齐聚一堂 海峰会六国能源复级 石油 天然气储量 分别占全球的30% 20% 中国长期保持海峰会 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去年中海贸易额 逆时增长44% 外界关注 中海自贸协议一旦达成 在全球能源安全危机下 双方合作的稳定性 将进一步加强 中国将继续从海峰会国家 持续大量进口原油 扩大进口液化天然气 加强油气上游开发 工程服务 处运面化合作 习近平在沙特利亚德 出席首届中海峰会 与30多名国家元首 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一道 对世界变局做出研判 为中海关系的长远发展 谋偏定调 推动中海关系体制升级 发表一系列成果文件 首届中海峰会 堪称独一无二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 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 也是中共二十大后 由中方作为共同主办方之一的 第一场重大多边外交活动 标志着中海关系发展 驶入高速快车道 从历史 政治 经济文化 等各个维度来说 中海合作水到渠成 峰会期间 中国视野 中国是现代化 中国投资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 一度成为高频词 这也是阿蒙首次 集体同其他国家举行元首峰会 充分体现了阿拉伯国家 对中国大国地位的高度重视 以及对加强对华合作的热切期待 而在此前一天 习近平在利亚的王宫 会见沙特国王萨勒曼 两国元首亲自签署 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同意每两年举行一次元首会晤 此外 两国企业也签订 价值3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当天习近平还与沙特王储 兼首相穆罕默德 举行了大范围会谈 并在沙特媒体发表题为 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性 携手并肩 中阿未来将如何打造 面向新时代的命运共同体 对接愿景 在内外复杂变局形势下 中阿友好精神怎样传承 新征程划时代 好 那么今天也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沙特的重头戏 那么首届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 合作委员会的峰会 刚刚结束 目前正在登场的是 首届中国与阿拉伯峰会 好 最近消息的一个连线 正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曹杰 曹杰您好 请问一下 目前峰会有什么最新消息 因为对于这一次 级主席的阿拉伯国家织访 外界最关注的 石油人民币结算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最新的动态消息透露 所以要说 现在正在召开的是 中国阿拉伯国家的峰会 刚刚呢 中国与海湾也发表了演讲 在此之前呢 中国总海会 六个全国的开会的重点 那我们在听众里提到了 其中一项呢 尤其是外界非常关心的呢 就是中国人民币 未来支持以后 参与中国与海湾 和全国的石油贸易结算 最近在简化当中呢 就提到 未来要充分利用上海 石油天然性交易中心 或者平台来实现 其次性的贸易合作 人民币结算 那这对于当地的媒体 离海域或者全国的媒体来说呢 说起一个更重要的消息 注意到呢 这个媒体的呢 都将这件事情呢 在教授接二来传递 除此之外呢 在之前的海河会 全英国的民众总的交流当中呢 按照这些都非常希望 增进在金融 在基建 以及在武器工具 的工作 还有扩大呢 在教育人文教育 双方的语言要功 对中文和阿拉伯文呢 未来的双方的教授 相当的学者 也都会认为热门的重点 比起呢 也都会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条件 那在现在 现在举行的阿拉伯国家 整体 阿拉伯国家整体 从中国这些对话上的呢 内容的增加了付款 因为我是分大 因为我们知道 在去年中国 和阿拉伯国家的经贸盒 差不多了3300亿美元 在之前的 前三个季度 这个3300亿美元呢 达标了 所以今年呢 双方的经贸盒呢 进口再次出现一个新的记录 那在此方面呢 不同发达程度 发达这个国家和 发展不同的这个程度的国家呢 其实呢 也对于中国的一个需求呢 也不一样 那在这次的工会期间呢 其实大家都注意到一些国家呢 都希望在中国方面 能够提供更多的在 为定导航呢 在经能源的利用 以及的 城镇的建设 实际建设上面呢 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而且愿意把更多的 未来国家和国家 开发的程序的基本的交付 中国企业 以对这个同性的 会议讨论的作用 好 谢谢曹姐 来自会议现场的连线报道啊 更多有关这次访问的解读 首先先现场请到的是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副教授王靖 如何理解中国面向阿拉伯国家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 这次外交行动 它的重要性和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它重要性 已经体现得非常充分了 就是一方面来说 中国对于阿拉伯国家 合作的重视 是一个空前的一个程度 中国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近些年里面 中国对于阿拉伯国家的 这种发展的重视程度 是越来越高的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建立了一系列的合作机制 这些合作机制 既有领导人之间的 这种互访的机制 沟通的机制 同样也有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阿拉伯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 这个论坛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这一些这种现实的 这种具体的机制 那么这一次通过 习近平主席在沙特阿拉伯的访问 通过串联起来 中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 以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 一个新的多边和双边的合作机制 那么我想在未来 对于中国也好 或者说对于阿拉伯国家也好 那么合作的这个层级 会更上一层楼 合作的势头会更加的强劲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访问 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未来的意义也更加重要 好 到底有什么成果 马上在北京现场 请到的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星春 牛所长 我们看到这个目前 中海峰会 刚刚结束 中阿峰会还在进行 但稍早前的中沙峰会 也是一个重头戏 到目前为止 给我们解读一下 中沙峰会有何最大的成果和意义 中沙峰会这次达成了 非常丰富的成果 据说签署了34个具体的协议 另外还很重要的就是 这次达成了元首定期会晤的机制 并且把以前的高级别联委会 从副总理的级别 提高到总理的级别 这样的话就是中沙之间 基本上每年有一次高层的会晤 一次是元首级的 另外一次是总理级的 这在中国对外的双边关系中 是特别罕见的 在之前有过中美之间的 元首定期会晤 有中俄的 有过中法的 中印的 那么到今天为止 基本上只有中俄的延续下来了 像沙特这样一个中东的国家 离我们也比较远 也不是一个特别全球性的大国 从人口规模跟经济规模上来说 是一个中等国家 那么这次 中国把沙特搁到这么重要的位置 是特别罕见的 也体现了 沙特在中国整个对外布局中的 重要性是越来越高了 好 所以此访毫无疑问 将沙特在中国对外关系当中的重要性 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 那背后如何理解 沙特对中国的重要性 沙特对中国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习主席这次在出版中提到 沙特是在多极化的世界中 一支重要的独立的力量 也就是说沙特现在在对外布局中 沙特越来越不想跟在 单单跟在某一个大国后面 而是沙特现在和其他所有大国来改善关系 其实最近几年沙特不仅是和中国的关系 得到了改善 沙特跟俄罗斯的 跟韩国的 跟日本的 跟英国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善 所以从在全球布局中 沙特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 对中国也是有益的 那么在经贸上更是这样了 沙特是中国的第一大原油的来源国 去年一年我们从沙特进口的石油 占我们全部石油进口的17% 那么我们对沙特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去年进口的沙特的石油 占沙特全部出口的27% 整个欧洲跟美洲加起来 进口的石油也没有中国一家进口的多 那么另外更重要的就是 沙特跟中国现在都在进行经济转型 沙特提出了2030年的愿景 中国也要进行工业化的转型升级 这样的话沙特特别需要中国的投资 比投资更重要的就是 沙特希望跟着投资去的 有高科技和更高的管理的技术 所以从国际政治 还是从能源 还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说 中国跟沙特的利益 现在是高度纯叠的 好 我们再说到就是 中国看重沙特 以及沙特需要中国之外 我们也想请王静先生来聊一聊 就这次访问的时间 恰逢就是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交恶 然后很多人就把7月份 拜登访问沙特所受到的待遇 和这次中国和沙特之间的 这种非常隆重热烈的气氛 做了一个对比 您怎么看 首先来说这种对比 我想如果从美国人的视角 可能会比较酸 因为确实这个两个对比来看 沙特对于当时拜登的访问 接待程度显然是不如 显然是不如我们这一次 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 所受到这种如此高规格的待遇 所以说可能美国人看起来 从形式上来看就比较酸 而且从这个访问成果上来看 那么我们看接着到现在目前为止 那么习近平的复习到沙特访问之后 他所取得的成果 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这一系列合作文件 中国以沙特阿拉伯为纽带 在同海湾阿拉伯国家 以及同整个阿拉伯世界 所进行的沟通合作和签署的 这种相关的这种合作意向 恐怕都是要大大的超过 上一次这个拜登总统代表 美国去访问所产生的这个成果 所以说不管是从这个 这种领域来看 还说从产生的这个成果来看 恐怕沙特都是更多的是 希望能够在传统上 就是像刚才这个牛首长所说的 这个摆脱美国的这种影响 发展自己的这种政治独立和外交独立的 这样一个趋势 于在此基础上 发展独立友好的 同中国的这种双边关系 那么促进更多的这种各领域的 友好交往的成果不断出现 杨树 好 确实是在中国看来 沙特是多极化世界当中 一支独立的力量 而且他们越来越和西方的价值观 产生很多差异 也越来越寻求战略上的独立自主 好 沙特是怎么看待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区别 以及如何与中国下一步展开合作的 继续连线 正在会议现场采访的记者曹杰 我知道你到沙特也有一段时间了 和沙特各界都有接触 他们对于就是中国沙特深化合作 以及对中国有怎样的一个态度 他们觉得和美国相比 中国的优势在哪里 是的 杨树 之前其实很多的媒体都聚焦了 沙特在最近一间年 和美国的关系是友好转坏 主要的问题也是非常的复杂 沙特不想被够的依靠美国 美国又想从中中的出身 所以现在沙特一方面的确是希望 能够找到一个长久的发展伙伴 中国最大的优势 一方面是稳定的新贸合作关系 另外一方面包括一些沙特媒体 就提到认为中国不干预当地的内政 其实友好的合作发展 这一点让沙特感到非常安心 所以现在在沙特我们就感觉到 这两天能够体会到整个社会 对于中国的友好的态度 而且愿意从中国的发展多元化的合作 不仅仅是之前的通过游戏资源的交易 在这方面 其实沙特也是一直在非常看好 中国未来的能源市场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的使用 也希望把中国的一些成功的经验 搬到沙特的一些城市 不仅仅是看到第二个所谓的城市 发展其他的地方之间 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另外这次其实在吉利品访问沙特期间 双方双边签订的协议当中 有战事素项 其中一项就是中国的企业华为 达到了沙特方面的定端 那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问当地的学者沟通 为什么华为继续在东东 在沙特能够获得如此大的信任呢 一些当地的学者认为 其实从头自为 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很多时候 是一个政治上的 而并且是把民众的需求 第一位在沙特就恰恰相反 因为中国的企业 包括公信性的企业 就在当地已经直升了多年 而且沙特也非常希望在未来 在这方面能够实现 5纪6纪的迅速的继续的升级 保证民众的沟通生活会更加的顺畅 那这一点从一个例子前处呢 双方的复兴有了之后呢 合作的领域也是变得很简单 好 谢谢 来 牛所长继续请教的是 过去中国和沙特之间 最大的合作是能源合作 但这一次访问我们发现 双方拓展的领域已经升级到 包括高科技 大数据 5G 6G 金融等等全面附着 然后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范围的扩大 然后另外就是对于外界最关注的 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用人民币 来结算石油 大家都很期待这次会出来一个协议 或者共识 假设真的会有这样一个协议 或共识的话 你怎么看此举的影响 在区内的影响会有多大 首先呢 中国跟沙特这次确实签署的 各线协议特别多 涵盖的领域也特别多 基本上涉及到了 每一个地区热点问题 在联合声明中谈到了 叙利亚问题 利比亚问题 伊拉克问题 黎巴诺问题 各个地区问题都谈到了 然后合作的领域 从传统能源石油天然气 到新能源到航空 航天 核电 各个领域包括5G都涉及到 这是由中国和沙特 现在的经济结构决定的 就双方现在的经济结构 越来越复杂了 需要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多了 那么至于说到人民币 石油人民币 这是习主席在中海 那个峰会上也谈到了 未来三年要逐步推进 石油人民币的结算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石油人民币的结算 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因为现在美元还是在国际贸易体系中 和国际储备货币中 是占有主导地位的 美元在国际储备和结算体系中 各占60% 那么人民币各占3% 所以差距还是很大 即便未来能逐步推进 人民币来结算石油 它也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我们不可能希望说 有一夜之间人民币就取代了美元 所以但是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情 因为以前石油的结算 主要是要美元的 如果人民币现在 哪怕是结算了一点点 那么对整个国际社会 特别对美国的刺激是比较前列的 这个部分 也想听听王敬先生 你怎么看 就人民币结算石油 到底未来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 对于美元在国际中体系当中的 这个霸权地位 又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是的 我非常认同牛所长刚才的这个发言 确实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石油和美元之间 这个挂钩是美国美元货币 作为这种国际金融霸权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而中国呢 作为一个国际贸易的 一个重要的参与方 尽管我们在过去十多年里 或者二十多年里面 出现了非常快的 这种高速经济增长 那么我们的经济体量 贸易体量 占全球的这个比重也越来越大 但是呢我们是一个相较于美国也好 或者相较于其他的西方国家来说 中国的这种经济参与也是一个后来者 我们还需要有很多的这个困难 需要去克服 具体到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这种双边的 这种对接就是能源和这个我们的人 进行直接的对换的这个问题上 我想其实一方面我们要看到 我们的经济结构和沙特的经济结构是互补的 我们有一带一路的这种工商工店 沙特有2030愿景 双方是可以实现更多对接的 因此前景必然是广阔的 那么沙特的能源和中国的云币的这种对接 在未来是一定会出现的 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要有耐心 有更多的信心 就是在具体的处理问题上 可能会需要很多的新的小议题 这些小议题是需要时间和耐心来处理的 比如说如何建立这种对接机制 那么如何来进行这种兑换汇率的这种设定 如何来进行相关的这种技术性处理 是不是要成立一些联合工作组 是不是要进行相关机制的推动 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觉得慢慢来 但是时间是在我们一方 时间是在中国一方 好但不论怎么说迈开这一步 这种层级的合作还有战略互信 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 下节目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海湾国家 集体向东看 一会见 好欢迎回来 我们刚刚就聊到美国近年来 不断用自己的所谓人权和价值观的标准 去要求中东和阿拉伯国家 导致很多国家和美国是渐行渐远 那其中美国和沙特的关系交恶 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那到底为什么现在这些海湾国家 都集体向东看 我们继续来请教的是牛春新所长 我们记得其实今年年初 就是海湾六国外长集体访华 影响很深当时和王爷外长进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会见 也达成了很多的共识 那其实这次习主席亲自去中东国家外访 也是将上一次的这个成果进一步夯实 那大家就要问了 为什么这些年海湾国家都不约而同向东看 简单的来说有政治和经济上两方面的原因 从政治上来说这么多年来 可以说从上个世纪70年来开始 美国一直是在中东地区占主导地位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说阿拉伯国家是苦美国久矣 美国不仅干涉他们的内政 还把美国的制度前加给他们 还动不动就制裁阿拉伯国家 连沙特这样美国最密切的门友 美国也那个最近几年也制裁沙特 所以阿拉伯国家早就显那个 一定程度上脱离美国搞那个独立制度 另外一个方面呢 过去20年美国在中东也吃了不少亏 美国在中东打了连产大规模的地区战争 死了好几千人 然后花了上万亿的美元 所以美国人民也不想美国继续在中东 折腾下去 所以过去10年美国一直在搞战略收缩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阿拉伯国家自然就会找美国之外的大国来 建立一种更平衡的更多元化的外交 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就是他们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那么从经济上来说 在传统能源领域 欧美对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是在逐渐减少 那么中国是在不断地增加 所以石油天然气的未来的市场肯定是在中国 那么在新能源的领域 中国是全球新能源产能最大的国家 在能源的转型的过程中 阿拉伯国家恰恰是需要大力地建立新能源的产能 在这个上我们也是完全互补的存跌 所以不管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来看 阿拉伯国家先东看起一个必然的趋势 王靖先生有什么补充吗 就是海湾国家们很好理解 因为它是区内市场潜力最大最富有的国家 那阿拉伯国家呢 你看这次还专门设立一个首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峰会 阿拉伯国家在国际政治层面 对中国的重要性又是什么 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吧 首先来说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外交当中一直强调的一环 那么中国也将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世界 视为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那么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次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 来串联起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 以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这种合作的机遇呢 我想一方面呢是这个沙特阿拉伯本身在 不管是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内部 以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当中 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 越来越得到体现 那么沙特阿拉伯在很大程度上 被很多阿拉伯国家视为当前阿拉伯世界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领导力的一个国家 因此呢很多的阿拉伯国家 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 在财政上在整个比如说这个外交上 可能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都是非常的近 因此呢如果说沙特阿拉伯 同中国展开更多的合作 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能够从中 分享到更多的发展果实 也希望能够借助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 这种合作的渠道 搭建更多的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的这种机遇 因此呢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 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从根本上来说 中国过去一些年的发展成就 被整个世界尤其阿拉伯国家所观察到 中国这种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形象 中国这种真诚的发展的理念和愿望 中国这种广阔的发展前景 都被广大阿拉伯国家所接受 好所以今天两位嘉宾对此访的重要性 已经分析的非常详尽了 让我们共同期待 此次的更多成果会马上出来 好以上就今天的凤凰圈圈连线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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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下周再见 不顺利 有时间 I don't know